我们看怎么样了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想做一个牛蛙来吃 这个牛蛙我不做多 我就做腮条 腮子牛蛙 然后用一个摔辣椒炒起来 以前吃过牛蛙觉得挺好吃的 今天突发奇想就想吃个牛蛙 就买了腮子回来 给它炒一下 一般牛蛙的话我都会让商户给它杀好了 拿回来的 因为我自己也不敢杀 这个是15块钱一斤 有时候卖20多块钱一斤 那个时候的话我一般都不买 15块 有时候卖的12块一斤 这种都有 来给它冲个雷水澡 给牛蛙开一开 看老板说 不要10斤 买回来放一个晚上 可能就只有8斤多了 就是它会吐掉那些事 就会变轻 还有牛蛙汤也挺好喝的 但只要做得好 做不好的话就不好吃 咱们准备椰制一下 来点盐 料酒 生粉 还有几片的姜 把它抓一下 一般抓椰子这种我都喜欢用左手 不喜欢用右手 因为我觉得左手可能干净一点 让叶这个十几分钟 只能配这些辣椒 这辣椒稍微洗一下一下 泡椒 两种都是泡椒 一种是这种泡椒 一种是小野菜泡椒 泡椒炒牛蛙很好吃的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过 今天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要切一下 切结结 还有这个小米泡椒 要切一下 这样切一下才入味 这种又辣又鲜又香的 一点的姜 好 拍点蒜 姜蒜不离家 多配一点 要下得足料才好吃 好 锅里加入菜籽油 油为烧热了 把牛蛙下去去 哦 蹦蹦蹦 不要滑下油 接一下 接出微黄来 好 盛出来 好 蒜 怎么动动油啊 再来点豆瓣酱 好好的 动得很啊 动动跳跳 真可爱 再来点黄豆酱 巴拉点酱 一把花椒 一把花椒 下入辣椒 无辣不欢 无辣不香 辣椒好辣好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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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满又辣了 好 可以加入 这个 牛蛙 炒一下 我们再加点点水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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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点酱油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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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料酒的味道炒出来 再加入水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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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锅 你看怎么样了 撒点葱花 可以吃了 撒点葱花 撒点葱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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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